现在看是一批鸭王二批小孩 鸭王是选择了魏妍小孩是选择关羽 双方要待会儿呢要抢BOSS 谁先把BOSS干掉谁拿一板 打完这一板的话打完这关BOSS 要打吃BOSS 抢BOSS 谁吃的BOSS就多谁拿三百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战略 那这场比赛 好了打完这波小拉兵 清完这波小拉兵就要抢到BOSS了 左边 来了下轮来了 我们靠一个大BOSS 谁能先杀掉BOSS 那个 有一个关键就是 你不但要盯着小杂兵 还要盯着自己人 伟员这里 我去鸭王被下号蹲秒杀了 然后费了一命 那么现在 就下当全 那么现在下号蹲 要不要往这边引 疯狂狂 现在是小孩关到他板边 闻不住的 小心点 小孩一滴 小子现在许亮海胜 接近一拐血 扔到板边开始疯 疯不住的 这里其实 好 再人回去 鸭王在后面掩护 现在双方都不是特别着急 去攻击对手 小孩放心把对的后背 交给了鸭王 鸭王说小孩你放心堵 你放心堵 赌鸭下号蹲 后背交给我 小孩这里跟他调换场地 来吧 兄弟你让吧 哎呀 好了 抓头 双方这两个人被鸭王捧脚边撒 没有了脏法了 乱打了 没有配合了 现在 开始动小心思了 到底谁能偷到boss了 boss血量也是不多了 来 谁能偷到这个boss 现在是双方谁也不管了 不断的AB 到底是谁 哎 再把关羽抢到了 KO了下号蹲 好吧 小孩抢到了 小孩又抢了啊 又抢了啊 又抢了一把 两把啊 两把 那么接下来开始 请一场吃包子比赛 吃包子 这把是谁吃了 谁吃了一个肉包最多 谁拿300 伟颜是鸭王 关羽是小孩 鸭王现在手度 没有小孩快啊 小孩这里 小孩又抢到300 到底是手度快